东江国际车程 大家好 我现在在天津市渤海湾 本来的话想来这边看一下渤海的 但是来这边看海的话 就是说要门票的 50块钱门票 好像是50块门票 因为现在这个天快黑 这一路下来的话 它没有海岸线的 跟厦门不一样的 厦门看海的话是免费的 这边的话是看不到海的 你要到渤海湾边看一下海的话 它是懂得了的 要收费的 然后东江景区对面的话 就是一个国际车程 去看一下 好像是空空荡荡的 进去看一下 现在的话就五六点钟了 真的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很坑的 像渤海那么大 像来看一下渤海的话 既然看不到海的 它海岸线都把它封起来的 所以说看不到海的话 就看一下这个空城吧 这个应该叫空城吧 你看一下 东江国际车程 你看它空荡荡的 一部车都没有你看 是吧 所有的店面都是空的 哇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是五六点钟了嘛 它里面是空的 应该是 这边看一下是吧 是空的 这边就什么进口贸易 是饭腥肌 这飞尘非常大了 你看在飞这里 这里有人写的这些 手都可以写 这些自作网 你看一下 你看我写一下 哎 我写一个十字你看 十 十头 刀石一扭吧 刀石一扭 刀石一扭 哈哈 你看这个部里上可以写字的 石头 刀石一扭 石头 是吧 这一边的话就写着呢 也是写着这几个字 你看 东江车程松阜 应该这个地方是卖车的 你看 这是地下室 卖车的 这边的话都涨草了 估计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卖车的 按这个情形的话 它肯定没有卖车了 你看一下 荒飞掉了 你看一下 这杂草重生啊 涨草了 连门都关住了 因为它这边的话写着是 是车辆进出口吗 哇 这底下的话都积水了 你看一下 底下这么多积水 你看那边 垃圾一大堆 因为是天化黑的 我是赶时间 PO这个视频的 五六点钟 PO的嘛 是吧 这边写着镜子大小片 内有监控 你看一下 镜子大小片 空荡荡的 根本就没有卖车 一部车都没有 到别的地方看一下 你看它的地板 都很多杂草嘛 说明很久没有清理了嘛 从这边就看得出来 它这个 展览馆的话 非常久都没有用了 是吧 地上都长这个草了 非常的空荡啊 这个车层的话 它完全是空的 你看一下 都飞 门上那么多飞层的 大是非常的大 很大 然后对面那几栋 不知道房子干什么 也是空荡荡的 见不到几个人 几乎看不到了 你看那么大的广虫的话 应该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很热闹了 就有人得跳广虫舞了 这边写着那个松叶广虫 隆重招商 你看 隆重招商 哇 你看车层肉渴 这地上都是垃圾 你看 地上全部都是垃圾 满地的垃圾 这很久都没有扫够了的 空的 因为因为是用这个相机的话 里面发暗的话 无法破视频 我就不精气 就在外面破一下 一部车都没有看到 但是上面看到几部车 在那边贴着 你看奥迪车 奥迪车 海外采购 写着 这边就一个广虫 空荡荡的 对面那个房子的话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 反正就是见不到人 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这么大的广虫 这鸟就一火 这个车层的话 一部车都见不到 完全是空的 空层 完全是空层 是吧 一部车都看不到 一部车都看不到 看大海的话要钱了 要50块钱了 如果回福建看海的话 就免费的嘛 像厦门的话 它有个沿海的观光线 这边的话就看不到了 对面那一栋楼的话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我这样子捞了一圈了 这个车层的话就有点像那个体育中心一样很大 这个的话地下室啊 你看一下 都是大门紧锁啊 保安都没有啊 你看保安都没有 看这个车层的外观的话 应该曾经 曾经搞过车长的 你看上面贴着那个车的标志是啥 但是后面的话可能就是搞不下去了 没搞了 现在的话又完全空荡荡的 应该曾经搞过一两次的 你看 是吧 他大别打着广告可按菜购嘛 你看可按提车 然后那边的话你看他都破破烂烂的烂掉了 你看 也有他曾经有搞过车长的 然后后面的话不知 没搞了 是吧